大家好,我们这里讲一下PGP里面时间日期相关的知识 首先呢是一些函数 第一个函数,Time函数 这个函数呢能够获取到当前的时间戳 注意,它获取到的是一个十位的时间戳 如果你学过GS的话 可能知道GS里面获取的一般是13位的 而我们PGP里呢,这个Time 取到的是一个十位的,也就是能够到秒的 我们在这输出一个,输出一个Time 然后运行看一下 看现在输出的是一个1697609581 这个呢就是当前的时间啊 然后我如果想要输出13位的总办呢 也就是能够精确到毫秒级的 可以用下一个函数 下一个函数MicroTime Micro这个Microsoft微软,对吧 这个也好记 Micro这个呢注意一下 它里面带了一个处 来我们输出看一下 这里面带着处呢 你看它跟上面呢有一点区别 就是多了一个点 点后面呢有四位小处 这是呢带着一个毫秒 那如果我不带处的话呢 Boss 它会出生什么呢 你看它出现了这个前面是毫秒 然后下面呢是秒 中间用空格隔开了 所以说我们用的时候啊就用这个上面的处 但是我改成处之后呢 它也并不是一个13位的呀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计算一下了 等于1000 等于1000之后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函数flow 来向下取整一下 向下取整 这样输出之后呢 这样输出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13位的 嗯 然后下一个函数 date格式化时间戳 来我们上面呢 是不是取到一个time 能够取到这个当前的时间啊 我们声明一个函数 它等于当前的这个time 然后呢 我再输出一下date date的第一个参数呢 是这个你要格式化的这个格式 比如说我要它ymd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时间戳了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一个秒级的时间戳 是一个实味的 然后我们输出 这时候呢 就输出2023年10月18日 那你说我如果我不要秒级 我要好秒级 那么乘1000 它就是13位了 对吧 我现在输出呢 看它就输出一个不认识的东西了 好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一定要是秒级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里面的格式呀 Y Y就是那个英文的year对吧 这个M呢 是month 年月日 D呢 就是day 然后你如果想要带上10分秒的话 我们用大写的H 然后小写的I 然后小写的S H呢 就是hour I呢 就是minute S呢 就是second 然后我们输出看一下 输出来之后 就是2023年10月18日14点17分53秒 然后我如果这个地方hour 改成这个小写的H呢 然后这个大Y呢改成小Y 这样也可以哈 但是呢 它输出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们运行看一下 看第一个如果是小Y的话 它就只输出这个2023后面的23了 然后后面这个H如果改成小写的H的话 它就不是24小时制了 它是12小时制 那么14点呢就是2点 它就变成了02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格式哈 我们一般用的就是Y 然后大写的H 好 一般是用这个格式 这个呢 我们在笔记里记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笔记呢 就是后期会分享到我们的群里 大家如果加群的话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再往下 有个straw to time 这个呢是你看straw string对吧 是一个字笔串 to 就是变为什么 变为time 也就是说 它能够把一个字笔串 变成一个时间戳 来我们试一下这个哈 straw to time 你看这个next monday 我们现在输出它会是什么呢 你看它是一个时间戳对吧 时间戳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戳给它放在这里 然后输出一下当前的时间 输出成我们能够读懂的这个时间运行看一下 你看现在就是10月23日 为什么是10月23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历啊 现在是18号 下个星期一呢就正好是23日 10月23 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根据我们当前的时间来计算下一个周一 next monday 下个周二周三周四是不是大家都会写了只需要把这个英文换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下面的哈 下面的哈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基础的时间 上面先注写掉啊 有一个base time基础的时间 比如说我是以10月1日为基准 然后来查询下一个星期一 那他查出来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10月1日是星期几来的 10月1日是周日 那么下个星期一 那就是新10月2号了 看他到底是不是输出的10月2号 来运行 来看他又是一个时间戳是吧 我们还是在这样 输出成我们能看懂的这个时间 好现在变成了10月2日了对吧 那我现在如果改成10月2日的话 那么再运行 他变成了10月9日了 那二二日和9日都是星期一 所以呢这个stract time 他不仅可以能够根据我们当前的时间来算 他还可以根据我们给他一个基础的时间 他从这个基础的时间之上自动的去计算 好这个是这两个情况 然后这还不是我们最常用呢 最常用的是这种加点时间的 下面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样 我先取当前的时间 让他加一天 那加一天的意思就是说 明天对吧 我加两天呢 就是后天 那如果说我加这个 加这个月份也是可以加的 同样的是我们来再输出看一下 当前的时间加两天应该是20号了对吧 我们运行看一下 放大点 好你看现在呢输出10月20号的14点22分 对吧 这是加两天的情况 然后呢我不加两天了 我加hour hours 来运行看一下 现在呢就变成了16点23分 因为现在是14点23 加两个小时呢 是不是就变成了16点23了 那然后我还可以把它改成减两个小时 那减两个小时之后你看 他就变成了12点23了 14减2就是12吗 对吧 好这就是straw to time它的用处 这个函数在以后的项目中会非常非常常用啊 大家一定要去多尝试一下它的用法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计算 根据一个当前的时间 或者根据一个指定的时间 我们来和当前的时间进行计算 计算他们的差值 到底相差多长时间 相差几分钟了 相差几秒了都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straw to time 它出来的是个什么 是一个实位的时间戳对吧 所以时间戳和时间戳 它都是整形的 都可以相互来加减来计算 所以这样呢就能计算出相差了多长时间 单位是秒啊单位是秒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是make time make time 我们注意一下这些函数啊 其实记起来都很好记 那第一个time就是时间 第二个micro time micro v v时间 也就是v秒嘛 第三个date 日期对吧 第四个straw to time str是一个字符串 to是to 就是转到然后time时间 那这样记的话就是字符串转时间对吧 下一个mk time 它就是生成时间的也是制造时间戳 制造的是什么来着 make对吧 make它简写下来就是mk mk time 大家用这种方法呢去记忆 就是感觉会特别容易记 以后用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想起来啊 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make time mk time 嗯我们这输出吧 输出一个mk time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格式哈 里面的格式 hour minute second month day year 十分秒月日年最后一个是年啊 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12点00的12点00分 嗯然后是呃11月1日吧11月1日的哪年呢 我先写23年你看现在出来是什么 我运行看一下 看现在出来一个时间戳 时间戳还是看不懂对吧没关系啊 我们继续把它给转一下一下 好运行 好出来了2023年的11月1日12点00分对吧 然后呢我把这改成2023 再运行看一下你看 就是出来结果一模一样啊 所以这个年你可以写简单的23 也可以写复杂的2023 但是呢我如果写 70的话 这个地方你感觉会出现什么呢 来运行看一下 他出现了1970对吧 所以说你如果想写2070的话 那么就得补权一下写成2070 这个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他的写法啊 所以这个年费的话建议还是直接写4位的 写4位保险一点啊 好这个呢就是make time的作用 然后下一个 date create 这个是用来创建对象的 我们现在还没讲这个面向对象啊 但是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他是来生成一个对象的 date create 创建 那他的格式呢是这样 我把这个上面的注释掉 然后给他一个date 这个date create 这个记也很好记对吧 date 日期 create 创建 里面的参数呢也很简单 就是正常的日期格式就可以 比如说我写10月22号 那么这个date呢 我们就不能用echo或者print 我们需要怎么办 你需要word dump一个 看看他到底打出来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 我就不在命令行里运行了 命令行里之后不好看啊 来我们看浏览器里 浏览器里比较好看一些 这样啊 这样还是不好看看 原代码 看见没 object object就是对象的意思呗 object 他是一个date time的对象 然后他里面呢 有一个date 有一个time zone type in他类型了是吧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time zone 是指的是当前的这个时间区间 他用的是上海的 现在用的是上海的时间啊 你看他创建出来的日期是这样的 2023年10月22日0.0分0秒对吧 因为我们这没有写时间啊 比如说写时间 2212点21分0 那么他现在出来就是年月日 然后10分秒 后面就是毫秒了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 如果我们想要去里面这个当前的时间区间的话 那怎么办呢 他可以这样一个架 一个箭头 然后打一个get get什么呢 get time zone 然后他是一个函数啊 这样 然后刷新看一下 刷新没效果啊 这时候可能得重启一下 chp了啊 重启一下这个apache 然后刷新看一下 刷新有点慢啊 他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一个是time zone type 然后一个time zone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函数date formate 他呢 是用于将日期和时间格式化为指定的字符串格式 他也很好记啊 date是日期对吧 date 然后呢 是这个formate格式化 对吧 日期格式化 然后他的格式呢 这样 date formate 然后第一个是一个日期对象 第二个呢 是你要格式化成的这个样子啊 就比如说我们上面不是拿出一个date 创建出来的一个对象吗 那这时候我就直接waddup一下 把我现在的这个格式化一下 把这个date 他格式化呢 成这个中文的年月日十分秒 然后刷新看一下 看这时候呢 出来一个字符串 然后二点三年十一二十二十二点二十一分 好 这个呢 就是格式化 然后呢 他里面的格式啊 也跟上面我们学的那个date里面是一样的啊 是ymd 年月日 ymd 然后十分秒 是一样的意思 注意下这个地方 还要是个对象 一定要是个对象 我鼠标放在这上面 有提示啊 说这个date time interface object 看见没 需要是一个object 也就是说必须是一个对象 那如果我不放对象 我放一个字符串 他会怎么样 放字符串之后 报错了啊 你看他是 就是他需要应用 他需要是一个对象 但是呢 我找到一个字符串 那么他在这个里面运行的时候也会报错啊 也会报错 好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啊 好 这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节我们再继续讲剩下的函数 好 好 嗯 嗯 嗯